就其神性与父同等 或者是与父同一 本质是父子灵是同一个本质 所以他们不存在什么卑下谁高谁低 内在位格的关系 三一上帝为父生子子出于父 从父子关系是子好像次于父 但是不是次 这是关系上的次不是存在上的次 但是道成肉身 因为他取了人性 道成肉身的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 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 人就他的人这个层面 他是低于父的 为什么 父是神 人是人 被造物 所以从人性来说 他是低于父 就他的神他与父同等 人性完全跟我们相同 只不过是没有罪 或者是他的成运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他那个所有被造性 人性的软弱都跟我们一样 因此他是低于父的 需要吃 需要睡 困乏等等 软弱性 人性里面有软弱性 神不存在软弱性 所以人性作为人 他是逊于父的 这个角度来理解 所以要学信经 不学这么重要的教理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传耶稣传了那么久 发现耶稣的人性竟然这样的 我们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信经非常简单 经练的去限定规范 阐述了我们所信的基督是怎样的 三一上帝是怎样的 一方面把一端划清界限 另一方面让我们信的人清楚自己信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